一楼楼主朱小彤深藏不露 竟然会明月宫的步传绝学明月神功 凭借着明月神功的加持 朱小彤击败了三大帮派首领 逃出一楼与无忌几人会合 五人准备进入邪恶临时 被小江和雪宇拦住了去路 无忌见识小江 初颜和小江打起了招呼 小江曾经说过 他们再见是敌飞友 无忌没有异想天开 要小江大发慈悲放了他们 而是提出他们都在不二桩雪赌 不如用赌来一决胜负 小江将骰子接到手中 并且内力快速旋转 停留在小江的剑翘之上 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飞了出去 无忌剑状挥出一道剑气 将本该是六的骰子变成了一 紧接着无忌再次拿出一颗骰子 只要制出的数值大于一 他就将会获得胜利 未曾想小江和雪宇一起出手 竟然将无忌的骰子打成了粉末 无忌剑状抽出长剑 收集了骰子的大部分粉末 并且内力将粉末聚集成了六个点 雪宇悍然出手杀向了明月公主 朱晓彤挡住了这一剑 却是连续中了雪宇两掌 危机时刻 小鱼出现洒出石灰粉 让雪宇暂时睁不开双眼 再加上小江的友谊放水 小鱼和无忌一行人 终于成功地逃入了邪恶灵 小鱼带着无忌几人 来到了杜乔乔的客栈安顿 朱晓彤刚刚坐下 便吐出了大口的鲜血 让一旁的明月公主自责不已 然而朱晓彤却告诉明月公主 她欠明月公主的更多 原来朱晓彤本来是明月公的侍女 她从小被明月公主收养 跟着明月公主修炼明月神功 谁知天意弄人 她爱上了宫外的一个男人 为了这个男人 朱晓彤趁着明月公主闭关修炼 选择违背公规和男人一起私奔 谁知最后 我创始发 明月公主发现 你这是姜姚师姐 姜姚 姜姚 明月公主追上了朱晓彤 假意要杀了她 朱晓彤的爱人健壮 并没有贪生怕死的求饶 而是要用自己的性命 换取明月公主对朱晓彤的饶恕 明月公主见男人品行端正 飞身离去放过了两人 可是没过多久 朱晓彤的丈夫就因病而亡 她也就留在邪恶灵附近 建立了闻名天下的一楼 朱晓彤刚说完自己的经历 便再次吐出了大口鲜血 知道自己大献将至的朱晓彤 向明月公主提出了一个请求 明月公主答应了朱晓彤的请求 让朱晓彤重新回到了明月公 而朱晓彤中了血雨一掌 已经经脉禁断神仙难救 她完成了最后的遗愿后 便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划分两头 三大帮派的首领 为了明月公的武功和宝藏 多次派人进入邪恶灵 结果都是有去无回死伤惨重 看来只有我们三方人合作 才能破了这仗气阵 等抓到明月 我们再把明月公的宝藏和武功均分 你慢慢说怎么样 对 只要抓到明月 我们就可以称霸武林了 三大首领得一大笑之时 小江和血雨走了进来 嘲讽三人真是恬不知耻 你们是什么人 明月是我们天门要的人 谁也不能染指 你们 你们是天门的人 啊